美之心人皆有之 而最近跟美有关的活动 当属新一届的香港小姐选举了 而每年的香港小姐选举 又被称作是造星工厂 在香港的娱乐圈当中 有很多著名的女艺人 像张曼玉 赵雅芝 袁永怡 李嘉欣 都是港姐出身 这次的香港小姐冠军陈凯琳 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点眼熟 那就有网友拿她的照片 跟李嘉欣的照片做了一下对比 发现俩人还真是很像的 你还别说 李嘉欣是被称作是史上最美港姐了 那这次新任港姐 跟史上最美港姐撞脸了 李嘉欣会如何回应呢 很少人会觉得自己是 像另外一个人的 那我觉得照片的角度 有时候你会觉得像 但是我也非常荣幸 因为她是一个美女嘛 那说我像她 我也觉得非常的光荣 被誉为最美港姐的李嘉欣 最近为某活动 拿出了自己当年参赛时 获得的皇冠和权杖拍摄照片 算起来距离她1988年参选 已经过去25年了 再看看她几乎没有改变的美丽容颜 让人不禁感叹 谁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当天她就在活动现场 分享了自己的保养秘诀 最近就是爱上了健身跟空中瑜伽 我觉得多运动 然后保持心态 是一个在一个 年轻不断想接触新的事物方面 我觉得会对美容有帮助吧 凭借这些秘诀 美丽依旧的李嘉欣 让你很难想到 她的另外一个身份妈妈 时下恰逢开学季 另外一个港姐出身的蔡绍芬 就被拍到亲自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净显母爱的一面 然而同样是明星妈妈的李嘉欣 却并不想这么做 我没有送她跟接她 因为我怕就是不方便了 因为她没有说 面对什么镜头的经验 那我希望就是 大家不要去拍她 然后如果拍她 一定要什么 打那个马赛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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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